欢迎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52回 药老把黑色的戒指小心翼翼的放在手中 屈指一弹 一座足有桌面大小的纯黑色的药顶突兀的闪现而出 这个黑色的药顶体型颇为的壮硕 浑身上下隐隐缭绕着一股沉稳的气息 药顶的表面还绘制着栩栩如生的火焰的图腾 药顶缓缓的旋转间 这些火焰的图腾竟然也是犹如食物一般 隐然间 硝炎甚至能够察觉到这淡淡的火焰能量 正在药顶的周围凝聚着 哇 好顶啊 双眼放光的望着这尊气势不凡的黑色的药顶 硝炎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自己所用的药顶与药老这尊药顶比起来 无疑是极为的寒陈 而且这尊黑色的药顶明显不光是外表华丽 从它的周围自动凝聚的火焰能量 很显然 这是对炼药有着颇大的增幅的 望着悬浮在半空中黑色的药顶 药老颇为感叹的笑道 哈哈哈哈 药顶是炼药师手中最重要的东西了 一尊好的药顶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炼丹的成功率 我这尊药顶名字倒是颇为霸气的 别人称之为黑魔 哈哈哈哈 当年为了得到它呀 我可是真的花了大价钱啊 黑魔 果然够霸气的 扎了扎嘴 萧炎赞叹的摇了摇头 并没有与炼药界接触太多的他 自然并不知道这个名字 可是对于一名炼药师 拥有着何种狂热的吸引力 萧炎就不知道了 与一火榜相同 在炼药界 也同样着 有着一副天顶榜 顾名思义 顶榜之中所记载的 便是那些极其完美 以及杰出的药顶了 顶榜之中 共有十三顶 这其中每一尊药顶都有着让无以数计的炼药师趋之若鹜的魔力 而在那顶榜之中 排名第八位的天顶便是号称这个黑魔的药顶了 瞧着萧炎的惊叹的模样 要老也是笑了笑 不过他并没有开口说明面前这个黑顶的来历 手掌微微抖动着 森白色的火焰迅速缭绕上掌心 缓缓地把手掌贴向药顶的一处 菱形火口之处 屈指轻弹 森白的火焰便是在顶内缭绕起来 望着黑顶内腾起的火焰 萧炎笑着 以药老的炼丹可否直接掌心炼制呢 看来老师对这次炼药也是颇为重视 不然也不会把自己的药顶都给拿出来了 嗯 六品丹药的失败率不低啊 而且如今我也只是灵魂状态 实力不如从前了 炼制这种丹药自然是需要药顶的辅助的 手掌在桌面上急速的挥动着 一株株的药材被他抓到手里 然后全部一咕噜的扔到了药顶之内 手掌离开了药顶 药老脸色淡然 干枯的手掌在此时忽然犹如穿花摘叶一般的 急速的挥动着 而随着他指尖的弹动 黑顶之内炙热的森白色的火焰 及其顺从的化为十几簇细小的火焰 把那些投注而尽的药材包裹而住 望着药老这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 萧炎真是满脸的羡慕 自己啥时候能达到这般的举重若轻的地步 感叹了一声 萧炎安静的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细心观察着药老的炼制 到了药老这种级别 他几乎是任何一点细微的步骤 都能给萧炎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安静的密室 森白火焰 妖娆而舞 淡淡的药香 弥漫其中 或许是第一次炼制着破恶丹的缘故 所以 即便药老的炼药术颇为的不凡 可是第一次的炼制 依然是因为药分的配置失调 导致此次炼药的失败了 不过虽然第一次失败了 可是药老并没有因此有什么别样的表情 炼药失败 这在炼药界几乎正常的犹如吃饭喝水一般 即使他精通炼药术 可毕竟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炼制任何丹药都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 第一次 虽然失败了 但好在只是损失了一小部分的药材 并不会影响后边的炼制 而随着药老的再次生活炼丹 有着第一次热手经验之后的他 终于是有条不紊的 把所有的炼药步骤完美的顺利的完成 整洁的房间之中 黑色的药顶在半空中缓缓的旋转着 森白色的火焰在其中剧烈的翻腾 而随着黑顶的旋转 其周身的空间也是不断的发出一波波 连绵不断的细小的能量波纹 这些能量波纹 以药顶为中心 呈圆形状 逐渐的对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在即将碰触到墙壁的时候 悄悄的泯灭而散 火焰翻腾的药顶之内 一枚拇指大小的淡紫色的丹药雏形 在火焰的烧制中缓缓的成型的 在某一刻 一股深紫色的丹药 忽然从顶中散发出来 弥漫在房间之内久久不散 好 要承担了吗 袖着呢 带着紫色的丹香 硝烟 揉了揉眼睛 振奋着精神 笑着问 上一次 他亲眼见过药老 炼制无品丹药 所以他也能知道 丹香飘逸 基本上便是高级丹药 成型之前的预兆了 药老 笑着点了点头 嗯 这破丹 虽然药效有些奇异 不过炼制的难度 还并不算很困难 并且有着黑魔的相助 这炼制的时间 起码节省了大半了 哦 难怪呢 上次您炼制血连丹的时候 可是用了两天多的时间 这次炼制六品丹药 居然用了一天而已 看来老师这副药顶 可真是颇为不凡啊 啊 哈哈 硝烟笑着 目光带着许些奇异的效果 打亮着半空中黑色的药顶 一般的药顶 虽说对于炼药师 有着许些增幅的效果 不过 那效果却是颇为的细微 需要炼制一天的丹药 能够节省个两个小时 就是不错的了 而以前硝烟所使用的那尊 暗红色的药顶 则至多只能节省一个小时左右 两项这么一比较 硝烟自然是越发感觉到 药老这尊黑色的药顶的不凡了 药老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刚哭的手掌卧松之间 药顶之内的森白火焰 又是浓郁了不少 老师 别忘了下点佐料 啊 哈哈 望着那逐渐变得圆润起来的丹药雏形 硝烟肝咳咳了一声 赶忙提醒 知道了 白了硝烟一眼 药老微微点头 左手翻转 森白色的火焰 迅猛的浮现 忽然开始了急速的压缩 片刻之后 那团足有人头大小的森白色火焰 竟是变不足拇指般大小了 被压缩到这般地步的古灵棱火 已经脱离了火焰的本质了 反而变成了一枚细小的白色的结晶体 一眼望上去 晶体之内似乎还隐隐翻腾着 妖异的森白的火焰 将白色晶体捏在指尖 药老屈指轻弹 顿时 晶体化作一抹白光射进了药顶之中 然后静直钻进了那即将成型的丹药的雏形里 晶体进入丹药 然后便是猛然化作点点极其细微的白芒 分散到丹药的各个部分 望着丹药雏形上逐渐复原的小孔 要老微微点头 略微沉浸了一会儿 手掌一挥 药顶之内 森白色的火焰猛然的抱涌起来 转瞬间 便是把那枚紫色的丹药 完全的包裹在其中了 开始最后一轮的猛烈的焚烧 森白的火焰只是生疼了眨眼的时间便是飞快的泯灭下去了 而随着火焰的泯灭 一枚拇指大小通体弹子 散发着淡淡光泽的圆润的丹药便是滴溜溜的旋转着出现在药顶之内 在紫色丹药出现的那一瞬间 一股凶猛的能量波动 猛的自丹药内 暴涌而出 这股能量涟漪在经过药顶时 虽然被拦截了一部分 不过其余的依然是渗透了出来 然后狠狠的对着四面八方暴冲而去 看这个架势啊 要是任由肆意的扩散 这处房间毕竟立刻崩塌了 淡淡的瞟了一眼那急速扩散的能量涟漪 要老干枯的手掌随意的挥动 一股无形的灵魂力量 眨眼间便是在房间之内 形成了一个透明的能量罩 能量涟漪在接触到灵魂罩时 两者相互的碰撞 顿时那无形的能量罩上 便是犹如被投下一块大石头的弧面一般 开始散涌着一波波的能量涟漪 涟漪逐渐由剧烈转化成细微 片刻后终于是完全消散了 当最后一道能量涟漪消散之后 要老这才把灵魂罩撤去 手掌对着黑顶这么一招 那枚淡紫色的弹药便是被黑顶喷涂而出 乖乖的落在要老的掌心的地方 握着这枚淡紫色的弹药 要老将之来回翻看了一下 微微点头淡淡的评价了一声不错 将之随意的丢给一旁的消炎 接过了弹药 消炎好奇的打亮着手中这枚紫色的弹药 这可是他头一回见到六瓶等级的弹药 只见这枚弹药的表面 呈现淡紫之色 通体浑圆 富有光泽 而且在那丹药的表面上 似乎还隐隐勾画着一种 并非人为制造的奇异的纹路 这些纹路 曲曲绕绕 犹如是一幅别有深意的特殊的图画一般 近距离的观察这枚破恶丹 消炎还能模糊的感觉到 其中所蕴含的那股奇异的能量 或许这便是能够破解封印的主要成分了 要老把黑顶收回漆黑的戒指 偏过头来对着消炎笑吟吟的说 这丹药之中 还被我加了一些古灵棱火的特殊的冰体 这种结晶体要是被人吃了 会深深的潜伏在人体之中 平日里绝不会有半点的异动 不过若是经过拥有古灵棱火的我催动的话 这些结晶体啊 就会迅速转化成破坏力极其强大的古灵棱火 到那个时候 对方若是还打什么歪主意 那恐怕就得吃大苦头咯 把玩这破坏消炎谨慎的问道 老师 那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应该不会 当然了 我也不能保证 毕竟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 我只能保证他发现的几率很小便是了 微微的点了点头 消炎从纳戒里取出一个品质不差的玉瓶 把破坏丹小心翼翼的装到里边 然后目光飘向桌子上剩余的大把的珍稀的草药 嘴角一脸毫不客气的把这些珍稀的药草全都扫进了纳戒里 就当是炼丹的额外报酬吧 对于这些拿出去拍卖 至少能卖出上百万高价的珍稀的药材 消炎可没打算把它还给海波东 将一切东西收拾好 消炎满意的拍了拍纳戒 对着药老笑道 终于是搞定了 现在就该看外边那个家伙会不会信守承诺 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药老轻声的说道 身躯微晃 玄技化作一抹流光 钻进了黑色的戒指里 将悬浮在身前的黑色戒指泡在手指上 消炎抛了抛手中的玉瓶 整理好衣衫 然后对着房门 行去了 推开了房门 光线略微有些昏暗的走廊上 海波东背靠着墙壁 苍老的面庞虽然看去颇为的平静 不过那不断在墙壁上敲打的手指 却是显示出他心中此时是如何的紧张与焦躁 感受着时间缓缓的流逝 海波东回头望了一眼走廊尽头那紧闭的房门 眉头 眉头 忍不住皱了皱 片刻后 叹了一口气 炼制破恶丹的材料 并不好找啊 他足足花费了将近几年的时间 方才凑齐了这些药材 要是硝炎炼制失败了的话 那么他想要恢复实力的愿望 恐怕又得向后延迟了 他能成功吗 搓了搓手掌 海波东的平淡的脸庞上 也终于开始流露出许些担忧 低声难难的说道 难道失败了吗 哎呀 看来我还是有些莽撞啊 那个家伙的实力 虽然让我有些看不透 可毕竟年纪太小了 就算他从娘胎里就开始练习炼药 那也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啊 这十多年的时间 能在炼药树上有多大的造诣啊 哎呀 拳头与手掌重重的砸到一起 海波东脸色一阵的变换 片刻后颓丧的摇了摇头 苦笑道 到了现在 也只能希望那个家伙能带来一些奇迹吧 毕竟他可是拥有着那种恐怖的异火呀 能行吗 时间滴滴答答的躺过 走廊之上的气氛 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是逐渐的被营绕上一层急躁的氛围 手指在墙壁上急躁的点动着 在某一刹那 手指之上 斗气猛的营绕而上 而狠狠的点下去的时候 竟然是把墙壁穿出一个孔洞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刚苦的脸庞抽搐着 海波东 终于忍耐不住这种等待的煎熬了 他狠狠吸了一口气 豁然转过身来 就与走进走廊 在海波东 转身的一刹那 其身体僵硬 脸庞犯着惊恶 愣愣的望着走廊之内 依靠着墙壁 笑吟吟 望着他的黑山少年 好片刻后 咽了一口唾沫 急忙向前走了几步 急切的问道 小兄弟 成功了吗 硝烟摊了摊手 对着那满脸急气的海波东 缓缓走过来 手掌轻挥了挥 一个玉瓶便是被丢向了海波东 比较好运吧 勉强成功了 望着那抛过来的玉瓶 海波东几乎是手脚并用 极为的狼狈 犹如接着自己儿子一般 小心翼翼的把他捧在双手里 眼睛望着玉瓶内那枚紫色的丹药 苍老的脸庞上涌上了一抹狂喜以及震撼 狂喜 自然是因为自己如愿以偿的得到了这破丹 震撼 则是他依旧有些难以相信 在这么短短一天的时间里面前这个看似不过二十岁的小家伙 竟然便是把这即使是丹王骨盒也难以炼制出来的六品丹药给完美的弄了出来 深藏不露 在这一刻 海波通的心中浮现了对硝烟这一句评语 朋友们 语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153回 一起聊《斗破》